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赋予之意 给你 积 积 直之意 即是玄迹之计 就好像我们现在所讲的预言 预先告诉你 现在你并没有得到 佛对发大心之众生 授予当来必定作福之机 称为手机 首先 我们要知道发大心的众生 这个大心是大菩提心 发作福的这个心 我这一生呢 要成福 佛是对这种人 才给他收集 怎么作福呢 念福就成福 换一句话说 真正发心 修净土 都是发大心的众生 为什么 净土是大法了 不是小法了 身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正阿罗汉 不是正菩萨国为 到极乐世界是成福了 你跟世加阿罗汉 你跟阿弥陀佛 你跟皮怒真 是一样的 同样的地位 真正发心念福 这还得了吗 一般人不知道 那些六道众生不知道 不但六道不知道 摄法界的那些声闻原教菩萨佛 他也不知道 摄法界依旧是凡夫 没有见信 摄法界的佛没见信 所以天台大师叫他做 相似几夫 他不是真夫 明信见信才叫真夫 他用真信了 这个法门 无上 无冷 无比 我们遇到了 不知道他的珍贵 就不失货 八万四千法门 哪个法门跟他都不能比 连华言都比不上 华言真地比他好 后头活必要谱贤 谁愿 倒归极乐 那就用不住了嘛 末后还要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倒归极乐 你想想想这什么味道 你想想这什么味道 难道我我最有其他人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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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你能够身权